大家好,今天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香草系列 这个是我之前两年前在希腊采回来的迷迭香 然后呢,它其实长得也挺不错的 它是这种针尖类的植物 它呢,用于一般是用于烧烤的时候 一些香草来作为一个调味的 然后呢,我买,我从希腊捡回来的时候 这一棵很大的树上面 捡下来这样长的枝条 大概有10到15公分左右长的枝条 然后呢,把它先浸在水里水培以后长出须根 然后进入了土里的 那现在已经两年了 它的一个长势还是不错的 中间我有捡过好几次 那它也是一个很耐寒的一个植物 基本上零下二三十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你像现在你靠近它摸一把 闻一下,是一股很清新的香草味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呢,你也不用去照顾它很多 像洪斯玛兴在我们希腊的那个民宿家里 它的一棵树,大概株形 大概有2米5的高度 它是一个能长成灌木形的一个品种 那像我这边因为土有限 阳光有限 然后温度有限 所以它长势并不是特别的好 大家能看到像这种叶子 它长得就特别的细 如果说你在超市里面去买它的核档 它的叶子就是非常的肥厚 不会像这种就是这么细的这种叶子 那就是说明它的养分不足和光照不足 还有当然它的温度跟希腊肯定是没有办法比 那我今天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把它稍微的修剪一下 修剪的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剪掉一些像这种比较细的枝 就是可能它就没有什么很大的生长的空间了 把这些细枝给剪掉 然后呢,你在打顶的时候呢 也能触发它的侧芽生长 比如说像这些地方 像这种地方 就是它的侧芽 那我一旦打顶以后呢 就会促进它的侧芽的生长 所以呢,也是为明年春天做一个准备 好,那打顶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技术含量 我喜欢就是一刀瓶 那像有的小伙伴 可能就是它会做一些造型 怎么样一个造型呢 就是中间高两边低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修剪这种灌木型的植物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注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只 这一只它就完全死掉了 就可以把它给 贴地面给剪掉 修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像这种它下面是一种木枝花 已经就是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是不要剪得太短 如果剪得太短的地方呢 它就是不会 它的活性就不高了 就长不太出来了 所以不能剪得太短 那这个跟薰衣草是有点像的 薰衣草呢 它也是多年生的灌木型品种 然后呢,如果你把它剪得太低的话 它就是长叶就不太爱长了 就基本上就是枯掉的那种样子 所以在修剪这个的时候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剪得太短 但是呢,也要根据你自己的造型来讲 那有些老枝的话 就完全可以舍弃掉它了 那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就是已经是木质化 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了 那如果我这样子剪的话 再往下剪 它可能就没有什么很多的空间 让它再来生长了 所以就是剪的时候不要剪得太低 尽量的就是还留个五到十公分的位置 那这一株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情况 相比颜色来讲呢 这一株要比这一株绿一点 然后呢,叶子呢 相对来说 这一株的叶子要长得更细一点 那这一株呢 长得还宽一点 就是因为光照的原因 这个地方由于这个绣球 由于绣球遮挡 然后前面的大梨花的遮挡 这个地方的光照太少了 所以这一株的话 我看看明年 或者是晚一点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它移出来 但是呢 我现在也会做一个这样子的 平头 修剪 这个叶子碍事 我们就把它给搬了 那这样子剪一下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它来年长的时候呢 是比较平均的一起长高 那这个就是我的 一株香的一个修剪 那晚一点 如果说我有一位的话呢 我可以再给大家出一个视频 那把它挖出来的话 一定要就是保存它的土球 生挖 连根起来 然后种下去以后呢 虽然现在是冬天 但还是要尽量的浇一浇水 让它的根系呢 能更好的跟土壤贴合 那么大家在选种这些 多年生的植物的时候呢 一定要考虑好一个位子 主要是光照 那么像我也是花园新手 也是在实践中 吸取更多的经验 反反复复来来回回 那也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进步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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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